Zither Harp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见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会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恨你对我的誓言 我不是说过永远长相随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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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好疼 你不来不去 它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叫我要喝汤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只身 最痛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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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好疼 你不来不去 它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叫我要喝汤 你到底懂不懂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只身 最痛 我需要用汤 不可以 你要是好好的表现 让我舒服的话 或许我会让你死得轻松一点 懂了吗 老板 老板 什么事 陆长生可能没死 找不到他的尸体 你说什么 找不到陆长生的尸体 对啊 他可能没死 可恶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看着我干什么 他只是侥幸 我告诉你 我也不怕让你听到这些 只要你敢做出任何小动作的话 你爸爸这条老命 就会断送在你的手里 把他拉下去 去 下去 起来 快去 今天老子心情不爽 你别想见到你爸爸了 下去 通通下去 走走走 快走 走 快走 老板 要不要带人 马上过去 把陆长生这小子 给解决了 报 这样只会把事情闹大 就先留他这条狗命吧 是 老板 你看 法院的判决书 逼下来了 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太好了 涵家东的资产和工厂 这下都判给我了 现在 刘家寒家的两份财产 都在我的手上 这以后江南的商界 还不都是我詹家的天下了吗 爸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长生 长生他没有死 他现在人还活着 爸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儿子一定会想办法 早日救你出去的 爸 我先走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欢迎啊 我也很荣幸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接手这家工厂 让我们这间 如此出色的纺织工厂 能够不受前任老板的影响 继续经营下去 你们大家不用担心 你们老板以前犯的错误呢 我都已经帮他给处理好了 看在以前的那份交情上 我也很乐意 带他继续经营这家工厂 其实 其实韩先生 做人也很不错的 只是一时糊涂 为了让工厂能够多赚点钱 才会犯下这些错误 现在 他也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他在走的时候 曾经跟我讲过 工厂一定要帮他撑着 绝对不能垮掉 所以 过去的错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 只要我们大家 同心协力 共同经营好这家工厂 不让他失望 相信未来 还是一片光明 大有可为的 大家共同努力 小菲 少爷 你不要四处乱跑啊 让他们发现了 又要折腾你了 我不怕 我不怕 小菲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不离开刘家 少爷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我爸爸 被那帮畜生侮辱啊 少爷 你不能乱来啊 小菲 我能求你帮一个忙吗 只要我能做到的 你尽管说 好 好 我给我姐姐 写了一封信 把家里的状况 全都写在信里面了 把我爸爸 被詹盛容控制的情形 也写在里面了 我相信 我姐姐和长生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 尽快把我爸爸救出来的 我想求你 把这封信 交到我姐姐手里好吗 我求求你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信 交到他手里的 好 谢谢你小菲 谢谢你了 那 你一定要小心 别让别人发现了 我知道了 这事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少爷 什么事 我优优独播剧场—— 也好 等等 去哪儿啊 去买菜 买菜 这个时间去买菜啊 您别误会 我是去杂货店 买一些调味用的 盐巴和糖 所以这个时间去 还是会有的 好好好 那去吧 那我去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呀 什么 什么 给我打 给我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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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听话 你死丫头 我让你找死 我让你找死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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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臭丫头 好了 哎呀 真感动人呐 来 起来 起来 老爷 过来吧你 站住别动 你还真成用力 别动 竟然还用身体 帮他挡着 好啊 挡得好 你果然没有白疼他呀 怪不得 他对你那么忠心呢 还冒着生命危险 帮你送信啊 你知道吗 你儿子在这封信上 都写了什么吗 这该写的 可一处都没漏啊 啊 你说 你儿子 做出这种背叛我的事情 我应该怎么处罚他呀 啊 哈哈哈哈 你还知道怕 哼 我还以为 你们一直都把我当成傻瓜 背后都留一手 啊 哼 小华呀 哼 我要你交出所有的财产 你竟然还藏了两块这么值钱的土地 没列在你的产权里面 啊 你以为你这么藏着 我就永远不会发现了吧 啊 哼 给他牵 来 把这两块最值钱的土地都牵给我 拿着 啊 快牵 快牵 你牵哪 老板怎么牵 不牵 好 你有种 不牵是吗 把人给我带过来 放开我 放开我 把他放在门口的柱子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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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啊 放开我 再给他牵 牵 快拿来 快点 快牵快牵 你牵哪 爸 你不能牵 你不能牵哪爸 别动 还不牵 爸 你不能牵哪 有个性 刘兵贤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一天不牵 我就每天抽你儿子三十鞭子 爸 你不要听他的 你不能牵 这废话 小芬 我知道你坚持留在刘家的原因 嗯 嗯 这是伤药 就让你好好表现表现吧 拿着 把它给我绑起来 是 放开我 放开我 过来 坐 �� 吧 有胆的话 你就把它给放离吧 和我们走 哈哈哈哈 去 他 Connect 去 了 wrapping 到了 我去给之前少爷上药去 爸 是我害了你 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了你 爸 爸 爸 你谁啊 你想干什么 我知道 你是新来的吧 你管的也太多了吧 我告诉你啊 没事赶紧走 不要在这儿逗留 对不起 有事有事 有事 我是刘家大小姐 我叫如意 我是来看我爸爸的 你是刘家大小姐 麻烦你去跟总管通报一声 就说我来看我爸爸 不行不行 老板交代 谁都不能见刘老爷 你还是走吧 老板 是之前吗 你别在这儿问东问西了 上头交代 不能见就是不能见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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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去跟总管说一声好吗 你就说 说我要看我爸爸 我爸爸他病了 我今天一定要看到他 否则的话 我不会走的 麻烦你了 拜托拜托 拜托了 好吧 你等一下 谢谢啊 谢谢 乔三 我交代洋行及家里内外的事情 你处理的还不错吗 谢谢老板 夸奖 谢谢 乔三 你跟着我要好好干 你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就这么定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管家 我是管家 我是管家 管家 管家 谢谢老板 气中 我一定好好干 我一定好好干 包括老板 门口有个叫如意的 说是刘老爷的女儿 想见来见他爸爸 林如意来了 去 跟他说 不在 不让他进来 是 等一下 没关系 让他进来 对他客气一点 听到没有 是 老板 他 我明白 我明白 林如意来找我 这边 大小姐 这边请 谢谢 这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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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吃 别噎着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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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女儿对不起你 爸 你怎么变得这么重 女儿都不知道 我今天都不知道 爸 对不起 爸 你怎么哭了 爸 你别哭了 张总工 医生 医生他怎么说 大小姐 医生说老爷他没事 外面会好转的 您放心吧 自从老爷生病那天起 我詹圣龙 就重力不分 寸步不离地照顾他 要不是由我 好好地照顾他 老爷现在 又怎么会 有这么好的气色呢 哎 老爷 您说是不是啊 来 再吃点水果来 来 爸 爸 爸 您就别哭了 爸 您别哭了 大小姐 老爷可能是看到你回来 太高兴了 所以他才流泪的 爸 爸 爸 郑总管 您多费心了 谢谢你 哎呀 大小姐 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 老爷 他可是我的再造父母啊 我不孝顺老爷 又能孝顺谁呢 为了他 我还非要请志谦少爷 把这间锦绣阁 给让出来 让老爷住在这里养病 让他多多想起 夫人以前的事 还有你的事 让他心里多些温暖 或许他的病 就会好得快些 老爷 你说我这安排 你还喜欢吗 来 再吃一点 来 小心 郑总管 你没听着 我真是太不孝了 我太不孝了 太不孝了 大小姐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不能来刘家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谁不了解你的苦心呢 别说了 要受苦 我知道志谦他心里 比我更苦 郑总管 你刚刚说志谦 把锦绣阁让出来 给爸爸住 那志谦他现在住哪 他心情好不好 我想见见他 大小姐 你放心 自从老爷生病以后 少爷他 现在变得懂事多了 我每天都劝他 要他多多体会 老爷的心情 懂得珍惜 和你的这份姐弟之情 别再跟你闹别扭 他现在 好像慢慢地 听懂我的话了 心里 似乎也没那么多恨的 真的 那赵詹总管怎么说 这天 这天他愿意见我吗 大小姐 这么大的误会 要化解的话 还是要慢慢来的吧 要不然这样 改天我来安排一下 先让他 有一点心理准备 我再设法 让你们姐弟 好好地聚聚 谢谢 谢谢 谢谢詹总管 老爷 老爷 再吃一点 之前 真的愿意 重新接受我这个姐姐 那詹总管 你就是我们刘家的大恩人 哎呀 哪里 哪里 希望我有这个荣幸啊 这种人真是个伪君子 爸 长生哥 他的病还没有好 我不能出来太久 我回去之后 你一定要好好养病 也真是个伪君子 这么细心地照顾你 我就放心多了 爸 等长生哥 他的病好点了 我马上就过来陪你 老爷别激动 大小姐还会来看你的 老爷 你看 大小姐 她对你永远是那么孝顺 大小姐 你放心 没事的 家里有我 一切都会很好的 我走了 我还会来看你了吧 大小姐慢走啊 对了詹总管 看门的人 是不是都换了 是啊 这是老爷的意思 他怕原来那些下人 会把病情传出去 影响了洋行的生意 所以他特别嘱咐我 除了小芬以外 其他的人全部都换掉 这样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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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自己保重 我走了 小芬 大小姐 我爸爸就麻烦你好好照顾 你放心吧 有詹总管的悉心照顾 老爷一定会没事的 你一路小心 老爷 你配合得挺好啊 大小姐慢走 谢谢 慢走 谢谢 怎么会这样 爸爸怎么会变成这样 小姐 总管他不是好人 把刘家都给霸占了 少爷今天要救老爷出去 晚上子时 在后院巷口等你 张总管 张总管把刘家给霸占了 难道我刚刚看到的 全是假的吗 来 我该怎么会有机会 过来 我不会 来来来 进去 快点过来 你们有没有伤害我姐姐 你们有没有伤害我姐姐 怎么了 良心发现了 你现在 都要关心起你姐姐来了 你快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伤害她 你放心 你爸爸的演技这么好 这么配合 我怎么忍心伤害你姐姐呢 来 吴老爷到床上休息 别让他摔着了 是 走 走走走 爸 爸 爸 走 把他绑起来 来 把他绑起来 快 老爷 你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很出色 我要是不给你一点奖励 恐怕你又要说 我对你太绝情了 张总管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 不 张大爷 我求求你 不要再折磨老爷了 瞧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看我这样子像是要折磨人吗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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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我可要奖励你了 啊 今天 今天 这个鞭子我就收起来 不打你儿子三十鞭了 让你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静静想一想 明天是不是该快点 把那两块土地的转让书给签了 就不用继续再忍受这些折磨了 要不然 明天你的儿子 别说是还要继续受苦 就连你最亏欠的宝贝女儿 我都有办法让她活不下去 你敢 你认为呢 我们走 让他们父子俩好好聊 静静想一想 走 走 走小伯 少爷怎么样 我对你不错吧 今天就让你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走 走 爸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爸 爸 你放心 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出去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爸 你要相信我一次 一定要相信你儿子一次 无论如何 我要带你逃出去爸 爸 你要相信我 不要伤害如意 不要伤害如意 如意 如意 他帮你出去抓药了 抓药 是啊 哎呦 他出去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 出去很久了 不行 不行 当时自己回刘家去 那就糟了 你回来回来回来 去刘家 那不更好吗 坐坐坐 坐下 你听妈说啊 你说 她要是回刘家 正好可以让她爸爸知道 你生病的事 然后啊 就可以让他们家 来人关心咱们 别再不问不问了 是吧 妈 你要人家关心咱们这个干什么 怎么不用关心呢 这要不是你突然一病 我早就上刘家 和他们平平理了呢 你说 这凭什么把女儿摆在咱们这 只给一个红包 就无声无息了呢 哎 长生啊 你掉进河里的那天 不是答应妈了吗 要去刘家 给你老丈人商量商量 开分店和工厂的事 你到底有没有去啊 妈 妈问你 到底有没有去啊 我没有 你 那天我哪都没去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你 妈教你做这点事 该办的你不去办 哎呀 你看 不然你怎么会傻乎乎的 跌到河里呢 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哎呀 你就是存心跟妈做对嘛 你 婆婆 程生哥 如意 如意 程生哥你怎么起来了 来 程生哥你快坐下 快坐下 如意 你回来了 如意啊 你怎么抓个药 去了这么久 才回来啊 听程生说 你回刘家了一趟是吧 哦 不是的 婆婆 我在回来的路上 特意弯曲 观音庙拜了 拜 我去求程生哥的病 快点好起来 这样啊 哎呀 如意啊 我以为你会懂事一点 帮咱们去刘家走一趟 提提那个开分店和开工厂的事 你说你叫到咱们陆家这么长时间了 妈都跟你提过几次了 你都不去 我看你们呢 没有一个人把我这个做妈的话 当成一回事 婆婆 我知道您心里急 可是现在 程生哥还病着 我也不希望我爸爸担心 要不这样吧 等程生哥的病好了 我再和他一起回去 您看 这样好不好啊 婆婆 那 那也只有这样了 程生啊 你的病可得快点好起来 我和如意这一家子 都还指望着你呢 妈 我会的 如意啊 你快点把药端给程生喝吧 好 我这就来 程生啊 那 你就自己歇着 妈走了啊 来 程生哥 快把药喝了 来 如意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刚才 是不是会留下去了 结 结 结果呢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遇到危险 这 之前有没有 又对你怎么样 啊 程生哥 你想到哪儿去了 别想这么多 我没有回去 真的 没有回去 你没回去 没有 你没回去就好 我就怕你一个人 就怕你一个人回去 你看 看你急成这个样子 来来来 快把药喝了 来 我真怕你一个人 好了 别说了 快把药喝了 快点 慢点 小心烫 再喝一口 好 快躺下吧 你一定要多休息 这样 病才会好得快些 好 来 好 冷静 大家 去 下去 禅 爸爸和弟弟的处境 现在绝对不能 让长生哥知道 让他也跟着担心 长生哥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没事 快点休息 快睡吧 快睡吧 不行 这件事 绝对不能告诉他 我来说 我来说 小芬 你快点 此时快到了 我在等机会啊 别说了 快点帮我解开吧 快点 少爷 爸 爸 我们走 你现在就走 没事的 爸 你放心 我一定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你今天一定要相信儿子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希望了 爸 老爷 你就听少爷的 爸 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 在这里 湛总管他会继续折磨你的 是啊 爸 今天我说什么要把你救出去 爸 快走 快点走 提前来不及了 不 小心点 快点 快走 爸 小心 这边 小心 爸 老板 今天我们虽然把那个林如意给打发了 可毕竟还是留下后患呢 他也说了 等陆长生这个病养好了 就会回来照顾他老子 那么我们还要继续应付他到什么时候啊 他想来当个孝女 那还得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老板 那您的意思是 现在就是你发挥专长的时候了 咱们得跟他闹 闹得让他没有太平日子过 闹得让他和陆长生离婚 自身难保 看他还能顾得了谁 妙 妙极了 咱们老板 是不是现在有了什么好的计策 可以闹得他生不如死 这还不简单嘛 明天一早 我们只要 不好了 不好了 刘老爷和刘少爷都跑了 跑了 快 爸 小心点 小心点啊 站住 爸 快走 别跑 别跑 快走 站住 别跑 快走啊爸 站住 别跑 哪人跑 哪人跑 别跑 别跑 站住 站住 不要打 不要打少爷 不要打了 瞧瞧什么的 你跑 你跑 打死你 打死你 我让你跑 我看你跑 少爷 再跑 少爷 求求你们不要打了 我求求你们 不要打了 再跑 再跑 再跑啊 跑 我让你跑 叫你再跑 不要 我让你跑 少爷 看你跑 不要打了 我要求你们了 好了 住手 拉起来 起来 起来 快点 把他推倒 老爷 老爷 要我放过你的儿子 很简单 来 把这个给签了 不能签 不能签 不能签了 爸 不能签了 爸 爸 不能签了 爸 你不签是不是 你不要签 爸 爸 你不能签了 好 我自然有办法让你签的 好 我自然有办法让你签的 嗯 拿着 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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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拉起来 老爷 起来 起来 你叫他不要签 啊 你叫你爸不要签啊 我自然有办法叫他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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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直想离开这个宅子 对 我就是要救我爸爸出去 好 我现在就让你走 嗯 从今以后 嗯 我不准你再踏入这个宅子一步 这辈子 你永远也别想见你爸 嗯 把他给扔出去 嗯 我不能离开我爸爸 我不能离开我爸爸 你不要离开我爸爸 别动 你不要离开我爸爸 别动 小芬 别动 咱们在刘家也待了很长的时间 难免有些感情 你看 是要跟着他走 还是要留在这里啊 你自己做决定吧 小芬 小芬 你留下来 照顾我爸 我没事 你不要管我 你千万不要管我 你把我爸照顾好 你把他照顾好 不错 还挺孝顺的 好 我就成全你 把他拉出去 不 我不要离开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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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别动 老爷 老爷 快起来啊 老爷 老爷 你不签是不是 没关系 我自然有办法叫你签他 现在你儿子不在了 你放心 我会更加好好的伺候你 把他带走 哈哈哈哈哈哈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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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放开我 放开我 滚 哥滚 滚 好 来来来 走 优优独播放 这天吗 也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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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 为何 唯独你不见 我恨 我恨 我恨你对我的誓言 不是说过永远长相随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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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好疼 给你断来不去 啊 都是你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心爱是一场空 知道吗 你知道吗 忘掉你只想我要喝汤 你到底懂不懂 啊 你到底懂不懂 没有你 才是我今生最痛 啊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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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疼 疼 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